FTY人多啊 路过了就算了吧 打掉一个 这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局面了 Monster直接回去给他压掉 不掉这一分 车上还有一个菠菜 FTY小一城的话 你从哪个方去进山 上山的问题啊 没事吧 车翻了 完了 刚才镜头一转 这辆车从悬崖上翻了下来 这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了 一路被打了N枪 王八番 说实话这两天的 翻车极紧蛮多的 就这种失误 然后导致自己就没了 这个跟队友的车撞在一起了 好尴尬呀 星星也被留在了半路上 什么情况 一个阶段的转移 车上 最后的决赛圈的位置 应该就是在这个房区东边一些 就是那个厕所啊 稍微有个小坡的那个位置 还是要往安全区中心 能附近空一空就空一空吧 确实一层一层的这种反坡的控制 没什么太大问题 对 龙斯哥正面 把鱼人打掉了 鱼人过马路 近点人不多 现在丢雷看能不能捕鱼人 龙斯哥一个人过来干两个队 鱼人的人头已经被收下了 不过这一波还是挺危险的 直接被摆掉 队友不在 有烤鱼 有烤鱼 烤鱼是从哪来的呀 哦 是SMS踩上山头来劝架了 是的 嗨 两个人手扎 两个人直接上山 拿高点拿信息 抽伤 再来一颗门口的火 这个画的左框啊 刚好是将这颗雷给他弹回来了 嗯 MOSTER到隔壁 帮架一下 防止被劝架 剩下三个人攻楼 RBS 张纳哲 一颗手雷是把龙斯哥炸的 龙斯哥已经二倒了 你和ACG也在打遭遇战 ACG是在篮圈里的 已经进行到四阶段了 这个篮圈是还完全扛不住啊 篮圈收了两个 ACG没了 是的 那这边的话 小虎的一个出枪 旺仔是直接被击倒 还补掉了 被2-tap 给补了 MOSTER 又回来了 张纳哲 利用到对手的烟雾弹 混得越来越近了 想要去丢雷 同时打两队 FTY不忍了 直接攻楼 一波蓝抢前 第二个人直接往里顶 许生Pick一下 没问题 张纳哲拿了一把喷子 一个人直接上来了 喷了一个许生 不能按了 第二先battle 主头出阶 抓住对面人头之物的一个timing点 贴脸丢闪 而且他拿的是1897 说实话 他还是有点不太自信 这一波你太近了 你打掉他队友的第二个人的时候 他的队友肯定是第一时间出来要补枪的 可能队友说在里面扶人 对吧 所以他想丢一个折脚闪 丢在房间里 是啊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他那一喷子喷到他的另外这个 对手的队友嘛 他的对手的队友肯定就会帮忙了 HQ没讲道理啊 直接来找SMS了 之前肉点不好说 但是在小房间里面被烧了呀 要倒吗 要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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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火 配合还不错 考虞可能也要倒 现在的点是 马先锋 孟斯堂 马先锋 这名选手他能够在二楼的作用实在是太小了 而脚步上被听得死死的 自己的右边的拐角有一个人 拉出来 被提前架住了枪 被架死 755也没有问题 但是GZBABY 血量还比较健康 能继续打1v1 哎呀 被远点又修了 PK一波换一个位置 过来扶一下队友 GZBABY 过程中也被乱抽 XCG Omega 在背后 把HQ完全淘汰 听得想法的 嗯 起两颗烟 呆一下 比较靠近于中心点的 小路的这个连点 Monster直接被放倒 在烟中被传掉 要吃雷了 这位置躲不了的 两颗协同雷 第二颗还不错 是一颗被撑卡 但是不好走了 还有雷 是的 直接收下 4M可以控制住这个反坡 然后外加之前自己所踩的位置 对 还要考虑到 后面这个圈 应该怎么去走的一个路线问题 好准 是的 北边的战场 天天直接被一颗雷给雷倒 Ninja快跑 哦 Jack赢 这只剩Ninja一个了 Coco还在 Coco在后面的厕所 Coco很安全 XCG的投注是真多 这是 Coco都没有办法给队友加枪 队友在正面 连对手都看不到 是的 人都没看到 被扎懵了 老瓜子懵我了 这也太委屈了 好气 只剩Coco一人 这位置怎么操作呢 很难 很难操作 最后一颗雷 有没有效果 雷加枪 先把Omega打掉 所有的闪扔完 最后要孤注一致 对面在这个烟里边 刚好有一定的时间 往前面去摸 但是 反应过来的Jack赢 还是将Coco给收掉了 旁边还有其他队伍的一个枪线 也是在干扰着 这个Coco 4-1 XX路 3梯套 就是这么勇猛 还在排烟 想等烟散 6阶段50秒的等待时间 自己可以回去 再把车什么的拿走 是的 这个圈形的东边是有位置能呆的 主要是他如果硬着头皮要去轻XCG的话呢 会有点得不偿失 远点Pero在防徐的枪线威慑力太大了 对的 回去吧 回去稳一点 都已经打到这里 进决赛圈了 那小九一发AWM 这三级头就怕这个枪 对 不是一个蛮血 对 要不然就只有AWM 整个弩 还不刷 A7来了 WCG正面想要跟悟空去打架 就Pero后面出现了人 柏梁上山的路上也被考虞 逮个正着 考虞再不拉枪 猛啊 而且考虞个人已经拿到了五个淘汰 然后整个队国的话呢 也是燃起来了 on fire on fire 混眼 烟中恶鬼 好雷 直接C脚底下 然后再回撤 再反架 XCG在前面去亲DT的时候 雷用的稍微有点多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看不见DT在前景的几个人的悬杂 只能够硬着头皮去往这个烟里混 是的 永远稳定的架枪 没问题 协同 对 然后投注也给了特别的多 这对于后续去打决赛圈会有一定的影响啊 嗯 道具没了嘛 嗯 星星想要找个头盔 有人来串架了 哦 没有 是来 是想打 嗯 这个厕所的门的朝向是在东边 强行去进攻有难度 嗯 需要近点丢火 现在已经进入到对枪环节 还给补了 小明打倒了妹妹 同时把星星给补掉 哦 小左在把黑猫打了 Caro的打架 北边有一个人默不作声 凌树 混到前五了 他前面和兄弟两个人在中间那条狗被抽烂了 对 小明 一颗雷 再把黑猫炸倒 然后AZ的火烧了 再来 还在往这个厕所里面疯狂灌道具 能不能扶一下小左 哎 不好攻啊 确实不好攻啊 图估点太大了 DSS在观察自己东侧的时候 直接被小鹿来了一手被刺 都想要这个分 凌树的机会来了 凌树一直在逆时针的反绕 Pero的屁股 在找机会 Pero被夹了 阿卡树 找了个位置 一趴 小灰灰的手雷 跟妹妹完成了一波配合 现在只剩小明一个了 Pero 下体波的话呢 最开始那波可能是一个机会 但那个机会也比较的渺茫 哎 凌树 凌树 凌树什么时候打永远 嗯 还不着急 永远没看他 我觉得可以稍微再等 凌树开枪的时候 可能要出事了 因为你毕竟排名分 可以多加一分 是吧 对 等一波一打三 跑回来了 对面真是一下都不看啊 哎 凌树出手了 忍不住了 二娃屁股被掏了 来 看这种情况 把正面波打了 坡上没有多少人 龙仔赶紧过来支援 二打二 是的两个队伍打得难成难翻 而且这个圈是一个左上扭的圈形 林树的机会也来了 林树来劝架了 林树要踩上这个山捅了 林树手里捏了雷 但他被独狼857给揍了 反丢一颗雷 一打一 拉出来 哦 还是自己的血量更高啊 给了对方一枪头 林树没想到这个厕所里面的人没有轻掉 是的 信息这一侧太乱了 加上自己这个 这个作为独狼的时候高度紧张 一波被刺 但是救急马枪 这一波裂开 不移动射击 感觉两个都有了 二打二 最稳的方式呢 就是阴托 没问题 架住就好了 直接两边协同同时拉 报个闪 闪丢得太远了 恭喜4M